回答针对中国市场推出的降规版H-800 如今可能被美国政府列冠 禁止出口中国 美国升级AI晶片与半导体出口禁令 传出多家中国晶片设计公司 将被列入实体清单的贸易黑名单 不仅如此 美国有可能针对重点中国企业 包括华为和中芯国际 祭出额外的独立管制措施 而针对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 频繁绕道采购美国产品 传出拜登政府也将寄出额外检查 新唐园亚雅雷电视 直接礼宙体育准理报道